大家好,又是我小刚 今天小刚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表 真的是很hot 现在一讲这个表 每个人都是很喜欢的 小刚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表 可是小刚对这个表 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想讲 我希望你们喜欢表的朋友 或是刚刚开始玩表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小刚自己的这个心得 我对这个表 这个一点点的感觉 真的很想讲一下 这个表要讲一下 要thank you一下 在小刚在KLIS-2飞机场这边 这边的Dissort Boutique 这个Tensor Boutique这边 接小刚拍这只手表 喜欢的朋友就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Boutique这边 什么Tensor Boutique都有的 很多很多的 这个discount也很好一些的 那这边 said thank you一下 这个Lang Rui的 接小刚拍这个表 那今天要讲这个表 Tensor Boutique 小刚真的很想讲 第一个最想讲的就是 每次听到人家讲 他很像这个AP 什么Royal Org 这个人家又很像这个PP 小刚想讲 小刚玩表这样的 玩这样的高级表 我不要讲 那边讲出来都笑死人 我真的是 我讲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天天玩这样的 很贵很贵的表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像的 哪里有像这个APP的 你讲他有一点像这个 这个小刚自己有这个VC 这个OVC 一点你讲他一点像 我OK啦 我还觉得他有一点像 你讲他像AP 那个AP什么Royal Org 你看他第一眼 这样都不像的吗 你再看这个PP 更加不像吗 哪里有像 你们不要乱乱听人家 讲那些人家 这个不会表的 我就不懂那些人 就一直讲他像 这个表啦 小刚想讲 我真的是替他感到 就很不公平 这个表其实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表来的 小刚在那边跟你们讲 我现在开始 我就讲这个表 T-Shot PRX 你们听好好的 这个PRX 这个PRX 他前 刚刚最近 以前一出 前两年就出的时候 前一两年出的时候 就你看很容易看的嘛 他刚刚出Battery的时候 然后后来他今年 又再出了一个 这个是我们讲 他没有 不用放Battery的 没有放Battery 他自己 你摇摇一下 他就会走了的 这个我们叫 机械表 这个机械表 很容易看的 你看他这个面盘 有一格一格一格 这样的 好像这个Waffle 有人讲好像这个 我们吃Waffle饼 不然有些人讲 好像这个炸弹 这样的 这个手榴弹 你看 随便你要怎样叫 懂得你第一眼看 你就看得出了 不要问小刚 怎样看 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小刚 这个video里面 就有的 很容易看的 一左一个右 一个比较多东西 你看他的面盘 那个就是 automatic 他想了的 另外一个就没有的 这个是Battery的 小刚刚讲这个表 40mm 40mm 这个size 这个龟 这个戴在手上 真的是很完美 这个是第一个小刚 是最最最喜欢的 这个size 我跟你讲 小刚讲 要讲 这个你带 男孩子 这个年载 年轮 都是很美的 真的是很美 第二个小刚讲 这边你们听好好的 这个表 其实你看回去 你真的有完表 你在历史上面 你去看那时候 这样子的 我们讲了 他这个表链 跟这个表头 是连一起的 你看到他不能 就是他有一个 突唱来这样的 好像跟你指一个中指 一个 跟这个表头是连在一起 这样的 好像整个表是 一整个的 一整狗 这样的 这个表呢 其实以前呢 你看回以前是 70年代的时候呢 开始的 80年代这样的 其实那时候 70年代就很 HOT了 开始就 很多表都是这样做了的 甚至这个表 你看小刚放很多照片出来的 不要讲什么 AP PP 我们讲普通那些的 什么Omega Omega的表的 我都没有了 Omega 鸡蛋 我家里就很多了 不过我还是知道 很多Omega的表了 你们也知道 小刚 我玩很多这些古董表了 我就来跟你讲一家 古董表了 现在 那你们再看 这个表啦 Omega也出了 这个都有的 甚至是 它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去看 你刚才跟以前像呢 我还觉得它OK 你不要讲它跟以前 你不要讲它跟什么现在 什么那些 PPAP像 一点都不像嘛 你对它这个表不公平的嘛 你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很 respect的这个表 你看它 respect它这个历史 它这个history 是几厉害你知道吗 你看小刚在放 以前tick shot 它以前 跟以前的这个 C star那些古董表 它自己的tick shot 都已经有出了的 你看你们自己眼睛开 大大这个看清楚 小刚要讲 这个表 以前很久都有了的 那因为这个古董 很多就这样做的以前 那以前都很hot的 后来它就没有什么hot了 一下子就很多年 几十年后很久了的 那现在的开始又hot回了 又做这个story出来了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那些年轻人 那些可能salesman sales girl 要卖你手表的 要卖你手表的 我不知道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他一直讲了 这个表的很像这个AP 这样子讲了 了刚真的要讲了 这个表是一个很好的表 它自己本身就做的很好看了 但它做这个蓝色又很美的 你看这个video里面 哇这个蓝真的是量到 慢慢注意 再来你看它这个机型 80小时 可以跑超过三天 这个自动的这个机型 真的是很厉害的 用这个ETA的机型 我跟你讲 你以后要去外面 你做什么给人坏了的 你给什么uncle 弄手表的 谁都会弄的 这个表真的是很耐用 又很好的这个表 我跟你 但你看这种表 它结合了 它用了很多这个粗粗的 这种police 亮亮的bling bling的这种police 全部都有用的 你看它这个表的这个前面一圈 它用亮亮bling bling 那这个表壳下面一点呢 你真正去看呢 它就用这种粗粗的 你看到它这种police 这个链也是哦 它这个手表的一个铁链哦 你看它旁边那个表壳也是哦 你看它用bling bling这样子 那你再看 小刚有放大给你们看哦 你再看它这个表链 全部都有用这样子的东西了 有粗粗的police 亮亮bling bling的police 全部有夹在一起 动到这一支表戴在手上呢 真的是很high class的 看到是真的很好看 它这个shape啦也是一个很vintage 很古种的这种这一种feel啦 它以前的很多表都这样子做了的 现在它就做回给你看它这样子 以前这个很有story的 这个就是小刚今天要讲的 那你看小刚这个自己戴这个seql啦 这个精工的也是有一点feel这样蓝色那样的 哇这个小刚就很喜欢的 所以小刚就真的很喜欢这个tichot这个prx 小刚自己也真的很喜欢 那最后呢小刚是怎样讲一下的 这个表呢可以做到这样hot的 这样多人喜欢的 小刚自己都很喜欢的 也是很想要买一个了的 那是小刚都没有货了的 他天天讲的没有货的 都没有stock啦 那个小刚都没有的买了的 不过他小刚怎样讲的 你看他天做的这么好了 哦他不是乱乱做的 这个tichot啊他真的很般爱的 啊那个tichot啊他做这个bitnet啊 真的很厉害 这个他你可以看到哦 小刚怎样讲一下的 他怎样好卖的 第一他有原因的吗 你看他第一哦 他的这个颜色 你看他这个颜色他这个蓝色哦 小刚手上这个video里面 这个蓝色是没有乱乱做的嘛 他这个蓝色是做的 这个颜色啊他选这个颜色 是真的是很美 这个蓝色是刚刚好 就不会太黑 就不会太浅了 这个很美 第二 你看他这个细节啊 你小小你看他这个面盘 你放大来看哦 不理是这个battery了 或是他这个automatic的啦 这个不用放battery的 他这个面盘都做的 这个是很漂亮的 那第三 你看他这个police 那这一种表呢 他这个police啊 是很很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整个做bling bling的嘛 你整个做反亮反亮亮这个 你看到很cheap的 好像那些cheapcheap的手表那样 那你这个用整个没有 没有那个全部用这种粗粗的police 又不可以的哦 看到的很丑的 好像那个很cheap这样也是 那他就很battery的 你看他 他就做的这种 他这个police啊 全部都有用的 这个很厉害的 哦 那第三 你看他这个design呢 再来 这个design呢 他刚刚小刚已经讲了很多这个design了 不用再讲了啦 这边 这个design呢 现在这个一出啦 就是很多人喜欢的 他有那种好像很故意这样的这种感觉的这个手表啦 那这个小刚自己也是非常喜欢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这些原因啦 最后还有你看他这个机芯啦 用这种 哦 如果你要方便呢 出门呢 你不要浪费时间呢 不用调的 那这个battery呢 又有的选 如果你是喜欢这个机械的 那你可以就这样讲了 这个机械表的 你戴在手上呢 哦 不用放battery的 他这个就可以跑80小时很久的 那这一些哦 你看这一些原因啦 很多很多的 人家就很般来做这个battery 这个battery啊 不用乱乱做 不用做到很多很多 不用很复杂的 这个我们所谓讲的 simple and nice 就够了的 simple is the best 这个你知道人家要什么 你做就够了 不要做多多 做多多没有用的 那这个就是小刚今天想讲的一支表啦 可以做的这样成功 这样好卖啦 就是因为他知道人家喜欢什么 他就做那个香气 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啦 那这一个表呢 真的是很hot的 要买的也不容易啊 就天天讲没有货的没有货的 要等啊要等啊 因为他这个价钱呢 是很便宜的 不是很贵 我便宜便宜的 你可以买到了 而且戴在手上啊 哇真的是很高级的 你看下去 好像那些很贵很贵的表 这样子啊 真的是很美的 好了 小刚今天就讲到这边啦 我们下次接呢就没有什么讲了 拜拜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